好 果粉注意了 iPhone 12系列手机今天开卖 上午8点一到电信业者就开门销售 同时针对前100名的顾客有最特别的优惠 有人是6天前就到门市排队 至于当中最受欢迎的机型 就是iPhone 12 Pro 512G 太平洋蓝更抢手了 台阁大开卖不到18分钟就宣布完售 据中华电信预估至少要一个月 才可以达到供货稳定的状态 至于资费部分呢 我们在这里也为您整理了 空机从三万六千多块到三万九千多块都有 您也可以自己比较一下哪一家最划算 等了六天就等这一刻 中华电信抢头箱的魏小姐 开心带走手中的iPhone 12新色太平洋蓝 恭喜恭喜 早起的鸟儿友好康 台湾大哥大抢头箱的先生 一口气带走三万元大礼包 一早八点台北市新一区就热闹滚滚 iPhone 12之战正式开打 我们看起来比去年我们预购呢 足足成长的这个幅度有40% iPhone 12 Pro 128G跟那个256G 那里面当然是太平洋蓝是最受到消息的喜欢的 我们在机器台的建设部分 我们建设速度非常快 到年底我们会超过4000座 到明年我们会希望超过1万座 5G方案纷纷出炉 象征进入战国时代 中华电信月租费从599元到将近2700 还有0元手机方案 台阁大月租费最便宜999元 同样也有0元购机方案 远传和台阁大不相上下 手机也有免费 台湾之星月租最便宜599元 手机价从0元到将近4万元不等 亚太月租费最贵2699元 手机可以用300元带走 但开卖不到一小时 就有门市全部买完 i-12供不应求的状况 业者预估最少要一个月 才能达到供需平衡 华世新闻林仙翁前华台北报道